我们的送餐是自己送的 我们现在已经配送了15家医院 我们从最远开始的每天的配餐量的话 从最远开始的600 现在已经涨到了1000多 日均如果说是三四百份这样配的话 我们其实当时的原计划是配到出60没问题 这是我们自己的固有市场 然后从把第一天配完之后的话 立即就出现了有一个井棚 就是从当天的一下子600份 一下子涨到1000多 这样就翻倍了 然后我们的食材的耗用量的话 也是加剧的减少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的爱心亲友团的话 他们也是自动自发的 再给我们去做一些捐献 我在初一下午 我初一那天我决定要去做这些事的时候 我发布一下帖子在网上 在朋友圈里面发布一下帖子 我自己的话判断是没有想过 会有这么大的一个 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剩 一个爆发力 然后我从发布帖子到 我最终把确定要去送哪些医院 搞完的时候 我接了我接了我中途接了9个小时的电话 这是花束炉捐过来的箱子 这是志愿者这边捐过来的餐盒 这也是志愿者这边送过来的清餐 现在目前还没有时间整 这只是一部分 这里还有里面有 都是志愿者送过来的 这是我们的爱心企业家的部分 现在很多没有地方放了 我们的清菜只能往这里放 是的 这是昨天晚上的话 你的车队送过来的 包括周边还有一些爱心的企业 你看这是小蓝锅 就是他们送了餐具是吧 他们也在给我们提供 包括小蓝锅的店长也在我们 我们不是有可能是百分百 我们都已经进入了医院 因为医院的话 本身他们现在目前的工作量很比较大 基本上都是很难能够出来 就是很难能够出到医院外面来去接穿 我们都必须的话穿着防护服务 穿着戴着口罩 然后戴着手套 然后就把那些餐的话 送到医院里面去 送到科室里面 给他们那些医生部护士 应该说我们从第二天开始 就是从初二那天 从初二那天开始 我们的任总就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 都非常大的支持 初二的话的晚上 应该是连夜 任总的话是亲自给我们公司 送来了N95的口罩 N95的口罩 加上然后出三的下午的话 给我们送来的防护衣服 我们下午的话 那是什么 是的 单亲的 孙安华跟我是很好的朋友 他们是把饭做好 送到科室里面去 甚至还有的送到医院 送到重症病房去 他们一家全部都上了 因为我是看到他们居然这样 他刚刚一跟我说要这样的时候 我马上就去把那个N95 那个石墨西的口罩 赶快跟他送到200过去了 大年256的时候 我外地的朋友说要捐 200个口罩给我抵抗疫情 后来我就麻烦他帮我预定了 帮我赶着做了1万个 N95石墨西的双国标口罩 后来我们华为的VIP客户 大家就自发起来 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我们就是自己自发的 我们有一个群 都是我们爱华通信的老客户 我们目前捐的 我自己出了十几万 这就是朋友们凑了大概30万左右吧 我觉得是中之神的然后的话 大家是同桌共计 其实经过了很久 这一碗肉汉肉才送到医护人员的手里 其实是各方面大家共同的支持的结果 这一碗肉汉肉才送到医护人员的手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